比赛最后是可秀360度大风车炸扣 西安险些引发两队冲突 这两子算是结下了 北京时间12月10日 踢户队主场以128比117战胜太阳队 末节最后十多秒比赛已失去悬念 保罗上篮不中 胖虎西安威廉姆森随后在无人防守下 贡献一记非常炸裂的360度大风车爆扣 此举引发包括保罗在内的多名太阳队球员不满 双方险些爆发冲突 两队赛后都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太阳队这边 主帅蒙蒂认为这只是篮球一部分 没什么大不了 双方争论只是都在坚持自己的立场 佩恩认为比赛差不多要结束 西安此举有点违反体育精神 他们不太喜欢那样 而爱顿则表示 西安最后扣篮是献给主场球迷的 他并不认为西安是在针对他们 体肤队这边 主帅威力格林也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体现两队的竞争性 CJ力挺西安 他表示 如果太阳队球员不想让他们扣篮 那就应该赶紧回房 而西安表示 最后这季扣篮有点不符合他的性格 但上赛季季后赛 太阳队将他们送回家 如果对方也这么做 他不会有意见 大家觉得 西安最后时刻秀这季扣篮合不合适呢 都不会有意见 我可以扣篮一下 现在建议了 在自己的路上 我们下周下的项了 我们下周下的手 还不用太阳